大家好 这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我现在在龙山镇 现在雨下大了 我要去张家川县城 找一个住的地方 这个龙山镇规模挺大的 我下午的话才到这个张家川 这个地方的小吃特别多 我吃了个炒面特别香 现在我打算去前面看一下 这边有卖烧鸡的但是我一个人吃不了不可能买 买点牛肉吃吧20块钱的 尝一下 这边的烧鸡还有牛肉 店特别多 这是一起卖的 两只 张家川那个小吃鸡 美食也多 这和饱鸡差不多吃法 语言也差不多 现在雨已经下大了 找一个住的地方 去县城住吧 这边的锅馈还有油膏 凉皮 各种凉皮 前面有烧鸡 看这边的 麻花 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小特色 张家川的锅馈 一个16块 你又想炸 我看一下 撒子在陕西和甘肃这边比较常见 都是油炸的 这雨下的 切20块钱牛肉 能摆不 能摆 这20块钱肉挺多 这应该是牛头肉 20块钱的 特别多 这些人 切肉是真厉害 20块钱一刀 就是20 赶紧去坐公交车吧 到县城的话 15公里 5块钱的票价 去那步行街 小吃城再转一下 买点喝的 一配 改善一下生活 刚才还是 英天 特别英诚 我刚说要下 立马就下了 这会儿 终于吧 明天也是终于 就在前面 赶紧坐车 一会儿裤子都湿了 我怎么感觉我下走了 这是哪里 刚才我看见人都下 我也下了 解放西路 应该还要一直往前走 对对 前面就是汽车站 对面有个招待所 先住下吧 把包放一下 然后再出来逛 50块 看一下房间 普通间 看一下我今天住的房间 这个50块钱特别大 没有卫生间 要了60 后来说了一下 脚狼下架 要了50 我看一下我住的房间 这是车站的 招待所 一床被子 一个双人房 这是一个 烧水壶 桌椅板凳 电视 啥都有 我感觉最近走的腿有点不舒服 得休息一下了 给人的感觉 这个房间特别的干净 真的 这为什么20块钱会有这么多肉 真的 甘肃这边消费确实接 这肉也太多了吧 但是这二八景呢 不参加的 因为人家的话本身是回名 与徒劳累 真的 有点疲惫 这两天 我好久都没休息了 原来的话 跑一圈到西安的话 休息了两三天 缓一下 最近的话一直没休息 正好疲惫的感觉 人还是要 老一结合 现在去那步行街上 再 买点 前胚 前胚 当时的特色 小吃吧 配上我的牛肉 完美 走 雨寒在下 得打伞 这边气温比较低 明天最激温度只有8度 张家川隶属于甘肃省的 千水市管辖 步行街还要再往前走 章家川 章家川基本上都是回名 这边 小吃美食特别多 都是一些清蒸的美食 烧鸡 还有油托 就吃这个特色小吃街 那家炒面的话 人特别多 中午的时候 下着雨逛一下 美食街 烤箱 炸鸡的味道 烤肉的味道 各种 小吃 这边也有牛头肉 这边也有牛头肉 它这个牛头肉的那个烧鸡是一起卖的 在上面撒一点那个纸燃 辣椒面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来一份 这多钱 好 就五块钱十块钱 五块钱行了 小麦做了 打鱼 辣椒 这边凉皮的种类也特别多 一家的话最少卖五种 菠菜的 醋粉 面筋 牛筋面 擀面皮 这就是这家的炒面 我上次吃的 每天的话下午都这么多人 好了不把钱走了 回去吃饭了 到招待所了 天色见晚 吃个饭 就可以入眠了 没有筷子 我忘了 没筷子 这就是我的晚餐了 20块钱的 牛头肉 5块钱的 前胚 宝鸡把这个叫 酒腹 吃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宝鸡那边的 他会给那个汤比较多 麦子的话给的特别少 因为那个汤的喝起来特别的钱 有一股酒味 特别的好喝 夏季的配上凉皮是绝配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艺 这个工艺其实特别简单 把这个小麦洗净之后 放到大盆里面 蒸一下蒸熟之后 加入适量的那个酒区 然后包裹起来 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后 这个 前胚就好了 还有一股淡淡的酒味 特别好喝 这个太稠了 这当饭吃了这边 我们宝鸡那边的 就一点这个小麦 你要喝汤的话是无限序的 夏季的话仍比较渴 就喜欢喝那个汤 夸当饭吃了 和米饭一样 浓稠 再看这个牛肉 这儿八截的 牛头肉 贴的特别宽 没筷子 有点来说 那一股淡淡的酒味 有时间的话去导机尝一下 这个好多地方是没有的 凤香那边有 牛头肉 我还是比较喜欢宝鸡那种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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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吃 夏季还是以喝汤为主 这个汤是羊的 热个凉皮 羊者一搭配 喝那个汤 加汤加汤加汤 现在卖这个人特别少 幸亏要了五块钱的 要十块钱的话 跟我吃完 我以为这个肉的话 二十块钱 只有一点 我还给人戳一下 我说二十块钱切不切 人家说切 我没想到二十块钱的话 都有这么多 我感觉到今天晚上吃不完 好了我出去了 我先吃饭了 晚上了 这边太冷了 此时此刻15度 最低温度是14度 今天小雨 明天的话 最低温度才8度 最高温度 18度 小雨转多用 赶紧明天停了吧 别吓了 好了各位 10点多了 我也睡觉了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